健精彩,快樂年播王 各位聽眾朋友,我是五金法,法哥 法哥,蔡桑說怪蔡毅竹 從門講到日本的鬼仔的事 今天就法哥選一位 因為日本青人說除了日本的鬼仔還有台灣 他就說到台南岩南区的曹桑公的飛虎將軍 曹桑公是拜保省大地的 飛虎將軍是拜在後面的小廟叫鄭安公 我再去兩邊,再拜一拜 去到鄭安公那邊再說一句 那麼鄭安公的飛虎將軍出名牌 很準的,很多人得到 台灣人很現實 台灣人很現實 現在飛虎將軍的民調比較高 大家都找到飛虎將軍 大家都拜飛虎將軍 結果後面後面的小廟叫鄭安公 鄉火頂盛 島前的租行民保省大地的衣服沒人敗 有一天聽說保省大地的動機 曹桑後保省大地很生氣 然後復興出來 保省大地復興的動機 動機就開始講話了 講話了 經過他當頭反應 聽說保省大地很生氣 聽說保省大地 唸飛虎將軍 因為飛虎將軍 是讓保省大地受到土地 你現在出名牌 譬如我當老師的比較紅 保省大地我是假神 不能出名牌 聽說保省大地 聽說保省大地 媒飛虎將軍 你現在很大賣 你現在很大賣 你大賣 可以出名牌 結果 結果 日本的飛虎將軍 不敢出名牌 老叔在生氣 老叔在吃醋 結果 救命牌的人說 保省大地 你也很不意思 你學生出名牌 讓我們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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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拿錢 來幫你修廟 做大間 不是只做你的學生的廟 我主要也會幫你修 大間 不然你也出一間 要明白 你做一斤八板 只要看醫生 只要看牌 在牌 牌的人沒有錢 也吃油 也吃不去 抱怨 保省大地都沒有回答 但是那年 保省大地生日 要塑那個 你知道廟裡面要 要這個生日 要採一個丁哥 要採一個丁哥 所以大家問 保省大地 今年的丁哥 要採多高 保省大地說 兩公修三十四 兩公修三十四 大家都聽到 為採這個丁哥 才兩公修三十四 結果那幾個丁哥 就是二三四 哈哈 他就說 保省大地 你要出牌 不然你國好清策 你罵你的學生 不要出牌 要做得這麼明 你都罵你的學生 罵的匯父將軍 你現在躲著 你 你現在還能出名牌 你保省大地 你也出名牌 你出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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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兩公修三十四 結果 你出名牌 二三四 你也是最貴的 暗截 跟我們 那些丁哥 那些人 那些人中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你出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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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 有些人 就嚇了一個 對聯 來封刺 保省大地 只准保省開賣 不准肥富出白旗 哈哈哈哈 廟內 跟他打一個對聯 說 氣有處理 保省大地 只是保省開賣 不准肥富出白旗 跟他諷刺 只管周關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你土地出白旗 你給他買 你自己也出白旗 你也最暗多 百萬人吃幾塊 對新民是跟他尊敬的 如果說到錢 說到出白旗 連新民 都跟他諷刺下去 都不怕新民 給他勝利 啊 台灣人這個高興 不怪人 孫中東說 發大財 發大財 好 你上山下海 什麼都敢幹 照反 把國家賣掉 都無所謂 保省大地 是多大的新民 多大的新民 不出白旗 你會跟他 沙隊聯 跟他諷刺 所以蔡英文 被人家諷刺 剛才說 沒關係 連保省大地 人都跟他 沙隊聯 跟他諷刺 有什麼了不起 台灣是個 自由的國度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保省大地 還好 人家是沙隊聯 跟他諷刺 土地說 是誰到 出白旗 出得不準 被人家拿 裁到來 批著兩半 丟到河裡面 你知道嗎 台灣人 如果是 連神明都敢霸凌 台灣人 全世界 有這麼過分 神明出白旗 出得不準 神明都敢霸凌 跟他 拆著兩半 等到海裡面 最近 三四年 開副將軍 開始打破了 我便 說 跟信杜 來 他就告代 說 我要抓回去 我還有 在代言人 很奇怪 飛虎將軍以前 告代 什麼事情 都用講義義 啊 現在最近聽說飛虎將軍 告代什麼事情 直接說國義 啊 直接說台義 用台義去告代了 欸 別人說 以前飛虎將軍 不是說 都說理義的嗎 怎麼現在出現啊 啊 就是說台義呢 用回去就說台義 別人 人家問說 啊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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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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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拜日本神明的啊 譬如說在 煌寮東龍宮 又拜一個 田中元帥呢 那 將軍在那 還會 十年了 沒有說台義 這不是怪怪嗎 還找人來反映 吼 我們的媽祖 讓人學生 我們的 南無沙基 長期有三世間的 長期的媽祖命 那媽祖廟的 黨紀 現在都說 日本啊 他在日本 兩百幾年 當然也要說日本啊 雖然說 市民啊 沒有 並不是什麼市民 都IQ 像科皮一樣 有錢 但是 雙公 還要說 一兩百年 也要說 意義啊 這市民來到台灣 還要說 幾十年 還要說台義嗎 我做非副將軍 說到 就你說 我來台灣 多久了 我也是台灣人啊 不是 我也是台灣性啊 我也要說台義啊 啊 結果呢 非副將軍 畢竟是這個 保生大地 小孩 所以呢 非副將軍啊 告訴我們 他要抓黨紀啊 要有一個黨紀的代言人啊 總統府有代言人 行政也有代言人 我要非副將軍府 也要有代言人啊 但是有一個老大 那廟裡有一個老大 叫保生大地 人民就去問保生大地 說 欸 你的土地 非副將軍說 他是要有一個黨紀 他是要有 他的部門的代言人 保生大地 我跟他打頭 跟他說 不行啊 非副這個人喔 學力不夠了 天文地理啊 沒了不夠了 他現在不可以有代言人啊 要過三四年 收得 又收三四年 以後 再來找黨紀啦 再來說啊 再來參加 喔 非副給他的老子 這樣拔個頭角 還不敢請黨紀啊 所以目前啊 非副將軍啊 並沒有黨紀啊 還是用 服軟的那個教旨用下來 因為他的師父保生大地 不願給他有黨紀啊 啊 這個安南區的這個 非副將軍 跟這個 非副將軍 跟這個 非副將軍啊 蔡宇祖說 你不要把他當作笑話啦 這個來臨啊 實際上啊 包含了很多 社會學的意義啊 第一 這非副將軍啊 我們把他學名 學到非副將軍啊 你本來航空隊我查了所有的歷史資料 就沒有一個隊伍叫做非副了 非副隊了 沒有啦 非副隊是誰的 非副隊是陳納德將軍的 幫忙中國來打仗的 和日本的空軍對戰的隊伍啊 所以呢 怎麼他是非副將軍呢 非副將軍是陳納德美國人啊 那麼為什麼他要被稱為非副將軍 都是國民政府那個時候反對日本人嘛 他會挑起台灣人和日本人的仇恨嘛 所以呢 為了掩飾不要被國民政府 這個來取締呢 就用美國那個非副隊的名字 來轟作非副將軍呢 所以每一步呢 都代表了幾個政治的意思啊 好這個非軍原始啊 要被奉勢為神明 同時國民黨還反對日本啊 民間的氣憤 外省人反對日本啊 所以呢 還要用一些明目來暗藏啊 不敢說是這個 政安宮拜的是非副將軍啊 說喔 政安宮拜的是尼洛火啦 尼洛火後面又唱一個非副將軍 穿著空軍飛行裝啊 就一定要到台灣啊 慢慢的對日本人比較公平啊 對日本人比較沒什麼收衡啊 日本人買台灣的香蕉啊 我們經濟又靠它很大啦 社會也漸漸民主了啊 所以非副將軍才騎出來啊 這廟宇這麼多豬行啊 從這裡面你就看到台灣政治的演變啊 到現在那間廟啊 我還給你講啊 每年非副將軍生日的時候 日本的觀光團有夠大團 你知道嗎 以前來兩台油攬車 三台油攬車 最多的時候來到五台油攬車 全部都是日本人耶 都穿日本人的馬祝禮的衣服來耶 而且把神教都帶來耶 替那個非副將軍來做生日 整個廟宇裡面喔 你看五台油攬車啦 一台油攬車四十個人 五台油攬車就是兩百日本人耶 跟廟宇的人台灣人 這樣到達一兩千人耶 喔 跳舞的時候你看喔 台灣奇觀耶 大家在一起跳阿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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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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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唱一張歌耶 跳一張舞耶 還聞到台灣耶 日本人跳完 台灣的人啊 瞇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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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瞇瞇瞇瞇瞎瞇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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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ás 宋港啦 台湾的宋港跟日本的六街秀的舞 跳出一團 和樂隆隆 新民是日本人 跟補生在地 在辦秘書的六八世的台灣人跟日本人 變成台日交流的平台 由這個神明來牽線完成這個 台日文化交流的美感 這是美式啊 你看看 一群新民 背後有很多社會學、政治學的 杜力在裡面 你狼爭說他在黑白目 他沒有黑白目 這後面 你不要想說 這這樣很沒水準的 我跟你說很有水準 背後有很親密 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意義 你不相信 後面你參加一邊看看 這台南安南區的曹芳公 補生大地和匪府將軍的祭典 好看、好吃、好玩 非常有趣的這個故事 本來是個秘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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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個秘書的故事 本來是個秘書的故事 本來是個秘書的故事 本來來說是個秘書的故事 也講這一甚麼